这天洗完头发 小欣感叹广志的头发弄湿后形状居然不会变 广志表示自己的头发是又硬又难搞的自然卷 小欣说到原来广志最难搞的不是只有臭脚丫而已 这时广志觉得自己的头发太长了 随后带着小欣一起来理发店 在休息区等待之时 广志看到一则将卷发变成直发的广告 能让粗广的长相变得更加柔和 广志开始想象自己换个新发型的样子 瞬间安耐不住那颗激动的心 紧接着轮到他们父子俩 小欣表示自己要剪美国短毛发型 不过那是猫的品种 小欣又指着杂志上帅气的发型 不过这也办不到 最后还是剪短一点就可以了 这时理发师问广志想剪什么发型 广志表示要换成直发 接着广志开始感叹 终于可以和伤心的日子说再见了 于是便回忆起以前卷发带来的困扰 片刻间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随后小欣很快就剪好了头发 自己先去看动胆超人漫画 广志则还得需要一些时间 三个小时后广志改造完成 看着眼前的自己广志大为惊叹 小欣看到后 表示广志变成了改造生化人了 回去后妈妈肯定会吓一跳的 之后再回家的路上 换新发型的广志 感觉心情特别舒畅 连空气都是甜的 看着路人小姐姐 还以为人家都被她的发型给吸引了 小欣则说出大实话 人家那是害怕 回家后 美牙看到剪完头发的小欣觉得很清爽 然而下一秒看到广志新发型的时候 瞬间惊淡了 广志询问是不是因为自己太帅了导致说不出话来 广志还在沉寂在喜悦之中 然而就连小魁也看不下去了 没想到全家人都这么嫌弃 这让广志感到很疑惑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明明很帅才是 紧接着拿出之前买的 却没有机会用的一系列整理头发的产品 今天终于派出用场 可以随心所欲变换自己的发型 这让广志开心得不行 然而到了第二天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头发居然变成原来的样子 原来新发型只够支撑一天而已 广志内心无比崩溃